大家好 我是盈盈 又到了一年一肚子吃螃蟹季了 我在超市买了点大闸蟹 这是58块钱一只的 现在到处的帖子 羊生糊大闸蟹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一共买了10只 一半公一半母 已经养了两天了 再不吃就瘦了 所以今天必须把它吃掉 撒点盐 放点白醋 放点黄酒 用盖子给它扣上了 让它涂涂沫 涂完沫之后咱给它刷一刷 我的手夹死我 我给这个螃蟹都慌住了 今年的大闸蟹不便宜 我看菜市场卖的3.2的 或者3.5的那种 都好几十一只 而且我一拎还挺轻的 估计也是饿了好几天了 就感觉今年的性价比真不高 但是每年到9月份10月份 要是不吃点大闸蟹 总觉得这今年百过了 现在不光大闸蟹好吃 还有大闸蟹 大闸蟹 脑子里边的黄很香的 我不知道大伙现在能不能听到厨房 劈啷啷啷的声音 厨房还有几只大闸蟹 因为它把绳子给挣脱开了 我就不会捆 它在厨房里折腾的 蹦在地上也是 盆子里也是 还有灶台上也有 是这几个老师 我装盘子里边给大家伙展示一下 这个螃蟹土泡泡呢 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看清楚 自喷小水花 这个螃蟹是寒性的 所以必须得放姜 在里面放姜 放上链子 这螃蟹一定要朝下 再给它浇点黄酒 续续寒 炸成锅盖蒸起来 这个螃蟹开锅之后 得蒸15分钟 趁这个时间段了 咱们弄点粘料 切成片 切丝 再给它切成姜末 把这姜末放碗里 少放一点糖 给它咋不咋了 酿一酿 腌一 放点醋 这样就好吃了 15分钟了 朋友们 把火关了 出锅了 咱给它装盘 黄都蒸出来了 这几个是 自己把绳子给蒸脱开了 在冰箱里放了两天了 在里面不停的动 我也没看它 这可好 蒸出来正压如早 真难看 再给自己煮个酸辣粉 这里头得多放点麻 煮好汤底了 把生菜下进去煮 好多网友以为我平时不吃蔬菜 其实蔬菜吃的多 有时候蔬菜当主食吃 好嘞 出锅的 看这汤底里面有香菜 还有麻椒 只要吃麻辣的味道 朋友们 大家现在蒸好了 这一大盘子足够我吃的了 咱就放心大胆的开灶吧 看看这个黄 看这黄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螃蟹的腿是真不好吃 没啥肉 太细了 这黄饱满的都硬了 这个是我的主食 酸辣粉 煮了一大盆 慢慢吃 就喜欢那种酸酸辣辣刺激的感觉 现在吃母蟹挺好 母蟹的黄都硬了 就是可饱满可饱满了 母螃蟹真没啥吃 因为它肉少 腿也细 就吃 是这个黄 咸的真想喝两口 但是不敢喝 怕痛风 现在可得注意身体 再馋多的人 我最不喜欢吃螃蟹腿 我最不喜欢吃红螃蟹腿 真是没啥意思 这不成吃播 怪不好意思 其实我双秋日在家 基本上就是弄点吃的 不喜欢出门 上上网 上网也是 看看品牌的东西有没有 比商场便宜一点了 自己相当哪一款 去溜溜溜的 查一查 一查就一两小时 时间这么浪费的 就剩下点东西 五八块钱 想想真不太值当 但是就是为了过过追 咋办 不喝皮子 整点白的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 那个痛风 从骨头上面栽石头 有的天 一挖挖出一大堆 好吓人 所以我不敢冒那个血 我觉得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一年到头来 大病没有 小病无乱 也够瘦子了 就上市后背拱了个大包 然后一共40多天才好 伤口运河了 都不止40天 好像好多人都长包了 我认识好几个人都长过 而且它不停的长 长得比我还多 我就长一个 不知道为啥 应该这样展示 吃锅一定要把美食放在鞋面 我着急吃个宫的 因为宫的我拿的少 我就想看看宫的啥味 全是母的 这个是宫的 吃个宫的 我看宫的现在高多多 我这么一吃 大伙就知道这个季节该买什么了 宫的高好多 我赶紧尝尝 我可喜欢吃宫的了 高特别香 觉得比黄还香 我要不放两天 可能比这还饱满 这说了以后才香呢 这个糕灿尝尤尤尤的 可肥可饱满了 绵密香 忽嘴的感觉 真香 还是宫蟹香 朋友们 我可喜欢吃宫蟹 哇塞 太香了 太香 我就慢慢吃了 不跟你们演示了 这个季节买工蟹了 如果你喜欢吃工蟹的话 喝口白的 我就慢慢享受了